那么台积电德国厂预计第四季开工 不过过去美国就是因为人力问题 导致进度延后 而工会文化也很犀利 欧洲会不会重蹈覆辙 德国当地半导体产业协会 直接喊话台积电 德勒斯登中表行 开比同业多两倍的薪水 就解决人力问题了 满满人潮坐无虚席 几乎全球半导体大咖齐聚一堂 台欧半导体合作论坛 10号在德国柏林登场 地点特别选在百年历史古迹举办 现场超过200人 包含欧基电 默克 恩智普等高层 都前往参加 台欧跨文化合作第一关卡就是人力 德国当地半导体产业协会直言 工会真正关心的是台积电开的薪水 还举例德勒斯登有中表商开比同业多两倍的薪水 也就是说只要台积电能比照开出高于同行两倍薪水 就不怕没人 德国电机电子产业工会也说距离德国长运转还有三年的时间 德国大学院校立法机关正加紧脚步培育专业人才 德国十所精英大学之一的德勒斯登工业大学距离欧基电不到半小时 目前已经送30名学生前往台湾学习 未来每年逐年增加到100人 毕竟才有美国厂缺工以及员工水土不服的前车之鉴 导致进度延后德国工会也不是省油的灯 人力问题也呈欧洲党务之急 东森财经新闻综合报道 看盘中段赶快来按赞 东森财经24小时股市直播来咯 快点扫QR Code加入 让我们来陪着你们看盘 最及时的盘中资讯 最权威的投资分析 满满一整天盘后交战 东森财经24小时股市直播